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就是當初台北 這是那個中強公園的那個 所謂台北樹蛙的棋地 這條溝 那到時候我看完再說 要謝謝那個當初設計不良的工程師 對不對 這個水排不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邊積水以後 就變成台北樹蛙的棋地 所以相對來講 台北樹蛙它要的多不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容易給它 只要給它一點 它其實就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台北是被評為最脆弱的城市 對不對 剛才有提到因為地質等等之類的 一些因素等等之類的 也就因為它是一個最脆弱的 脆弱的城市 所以我們擁有最強韌的聖民 有時候常常跟一些工程師在開玩笑 我說這個台北 這個台灣台風多地震多 幼途四流 所以我台灣是最不怕 全球氣候變遷的地方 因為我們隨時都在變遷 是不是 但相對來講的話 是不是也有 別人有看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最近大家常常在談 台灣的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有多東西來講的話 我覺得談的都不夠到位 我舉個例子 有個應該是德國的學者到台灣來 他說要找下一世紀 陰影全球氣候變遷下的一個水土保持的植物 結果他找到 有沒有找到 有 他找到一個很高興的回去 因為他找到一個不怕火燒 不怕水煙 然後生長快速 不太容易把它拔起來 然後又不用圍管的一個植物 叫做五節馬 大家聽過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周圍很多的寶貝 但是我們自己都不是那麼的珍惜 也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這種高度擠壓 又有一個物種來講的話 又經過很多的這種變遷 這樣的災害的這種訓練之下 所以在台灣活得下去 沒有兩把刷子是不行的 包括物種在內 所以在這些地方 這是另外一個區塊 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在這裡 對不對 這裡 對不對 這就是另外一塊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它在邊邊角角離都市很近 但是它其實都是變得很重要的避難所 剛才顧老師有提到 我們有的大安森林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台北很重要的避難所 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重演員 陳章博士老師在這邊 二零二兵工廠 對不對 那二零二兵工廠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之前張曉鳳老師問我說 二零二兵工廠環境是不是很好 我說其實沒有很好 它傻掉 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說環境好不好 跟它重不重要是兩回事 大家想想看 二零二兵工廠它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軍事重地勤募進入 所以人就全部都打在那邊 但是鳥啊 對不對 白筆心啊 穿在甲不是字 對不對 所以它們都進去了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地方 那麼小塊 那麼接近度式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來 有那麼多的鳥類 這是綠袖臉對不對 睡覺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也看到有各式各樣的塔蟲類 青蛙也很多 青蛙也很多 那蝴蝶對不對 各式各樣的蝴蝶 這都是在二零二兵工廠這邊拍到的 所以我們這邊也會有 對不對 這是它的時潮 對不對 還有我們常常說台灣是蝴蝶王國 其實台灣的蜻蜓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種類也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出來對不對 我們有各式各樣漂亮的青蛙 這都是在 就是在這二零二兵工廠拍到的 那剛才有講到螢火蟲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維二在城市裡面 可以富裕螢火蟲 所以我們螢火蟲來講話 也不只是一種 很特別的是我們還有一些補兜 有一個三分鐘的影片 但是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也許就是看如果有時間在放 這是我們在二零二兵工廠裡面拍到 有穿山甲、白迪心、還有色香貓 對不對 我們台北還有色香貓 各式各樣的這些物種 其實在台北都還有對不對 好蝴蝠 現在台灣只要叫蝴蝠洞的地方 都沒蝴蝠了對不對 因為蝴蝠都被趕走 蝴蝠洞要跑哪去 其實有一些我們的寒洞 我剛才講其實在台灣做蝴蝠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給牠一點 牠就給火的殺去 好 好這是色香貓 但是有一些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都還看到這個 這個圍網是不是 白迪心 對不對 還有飛鼠 對不對 穿山甲會爬出來各位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邊保護這個生態 我常常覺得很遺憾的就是說 我們每次常常把這兩個名詞給搞回來 價值跟價格 等一下林濟師應該會跟大家談一下 其實我們保護我們的一些綠地來講話 其實對於防洪 對於一些降低這些就是 微氣候的這些調整都有很大的幫助 而這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都應該要反饋到這個 就是價值或價格上面的一個說明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我們一直長期來 都不太重視這樣的一個事情 當然我想把這個東西就留給後面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做分享 當然只要想像一個畫面 今天如果說你現在下一場雨來講的話 如果說從這雨到樹再到這些草地 再流到這邊的淨流 搞不好雨都已經平了 在很多都會地方去塞會淹水 很多來講的話 不是外面的水跑到城市裡面來 是我們這邊的水出不去 也就是海水的問題 所以其實要搶到什麼 搶到時間差跟空間差 也就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雨下來全部都到這個水溝 然後就這樣子排出去 所以當然很容易積水淹水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有一棵樹 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水從這邊到這邊到這邊出來 搞不好對不對 我們就搶到所謂的空間差跟時間差 這剛才提到的 在德國 後來他們德國的教授 寄了這張照片回來 他告訴我們 這邊寫3.5公尺 他告訴你我們這邊種樹很難 所以只要超過3.5公尺的車不准進去 因為會影響到樹木的伸展 這是人家的態度 那後面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來講 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重要性 當然要為了這些物種來講的話 還是要照顧 比如說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有飛鼠 飛鼠飛得過去很好 飛不過去就會被車子撞死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每一顆行道樹 其實大家知道飛鼠基石 它不是飛 它是滑翔 所以其實 你有好的樹 不管是它的高度 或者是很好的樹散 其實大家不要只想到 那個生態狼道只是在地面而已 大家覺得說 這裡有個馬路過去那怎麼辦 其實上面的狼道來講的話 其實也很重要 對不對 這邊是我們講空中的走廊 那當然 我要這邊只是跟大家講到說 動物通道 因為我們怕大家 大家把動物通道跟生態狼道混在一起 生態狼道是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本來它是動物 在這邊通行很順暢的地方 因為一些關係來講的話 我今天把它補回去 有點是修補這樣的一個角色 動物通道來講的話 比較不一樣 是它過馬路的時候 常常會被車子撞死 所以它比較類似像是 天橋跟地下道這樣的概念 所以它其實這兩個東西要分開 像這來講 石虎過去它會被車子撞死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做一個這樣的通道 讓石虎可以安全的走 這個叫做動物通道 但是在我們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要講的是生態狼道 是過去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物種本來來來去去很方便的地方 但是它因為我們人為的活動 所以它很多地方都破碎掉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要談的是修補 把一些用一些綠地系統 把它補回來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這邊我們剛才有 已經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區塊裡面來講的話 它很接近都市 然後它又跟周邊的很多的 這個四壽山來講的話 它還是連在一起 所以在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去做一個修補這樣的概念 好 這大家可以看出來 所以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在這些地方 所以這樣子講可能有點不太不禮貌 但是這也有點時代上面的一個結果 我常常開玩笑就是說 台北重要的不是綠手指 我們常常在談綠手指、綠手指 希望這些綠帶來講的話 能夠往這都市裡面去擴充 或者是延續上面 其實台北比較大的問題不是綠手指 而是灰手指 過去整片都是綠地 但是有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出來 它是很侵入式的 所以它把這個地方的綠帶來講的話 把它孤立掉了 所以像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它去修補它的意義來講的話 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們這永春比 永春比你可以看出來 它在這個地方修補了以後 它可以把這個地方整個都串連起來 所以雖然一個小小的地方 雖然它目前的狀況不是很好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 它有兩個事情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情來講的話 它有避難所的這樣的效益 所以我們在初步的調查 我們還是從這附近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有些物種可以進去 第二個來講的話 它腫緣很豐富 所以當你恢復好用 它很容易就進去了 它很容易利用 所以它不會說 因為距離腫緣非常的遠 所以東西很難進來 或者是我要從別的地方移進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要談的 不是在談那個天橋地下道那部分 我們要談的是縫合這一部分 所以包括水系的縫合 因為我們剛才講 皮塘 皮菌的水系 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怎麼樣把它縫合 因為它也包括就是森林的一個縫合 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其實它雖然它不大 而且它目前的狀況不好 但是也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在這邊做縫補 它的效益最大 也就是說把最劣化 最關鍵的地方縫合起來以後 它對整個的效益來講的話 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參考性的東西 我們希望說這個可以這樣子去 這是中研院也在做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串連 因為CY我會把它調過去 所以這些鄰居都是以後 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水域的這一部分 那我們也很特別在這邊也有發現到一些 就在基地裡面 就我們就看到有一些特有的一些 比較少見的這些紅皮樹裡面的一些植物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瘦草 當然它都不在那個水泥的那個地方 它就在那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也很符合剛才才提到就是說 它其實還有很多邊邊角角的 還有比較濕的地方 它就變了很多物種可以在裡面吸吸 好 這也就是我們一些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營造的時候 應該它就可以進來的一些物種 所以這邊就一些照片秀給大家看 那因為時間到了 就跟大家分享到裡面 謝謝